是梁振英 大聲啦 誰叫XX和過名同名同姓嗎 冤有頭債有主 在陳果的執導之下 個性器官就是這樣 放在真心振英臉上 陳果是陳果 莫非振英真是這麼刻虐 我不爭的 對不起 是很通俗的一个香港里语 有负面有正面的 其实朋友也是可以这么说的 你恶一点说 又好像有点敌意 即使最粗的粗口 都可以很温柔 说出来是一个positive的 是谁来说的 都是可以很 你当然不同 依然慕受即是无恨 原来他这么痛话振英 是为了帮香港人出口气 因为我遇见了九个朋友 十个朋友 九个都是有这种怨气的时候 你都证明这个世界是 其实怨气是多少 回归时期的香港制造 去年烟花特别多 见证着港英政府变成特区政府 到十六年后的迷利赢 事坏未死 普选无期 成果都说悲观也 鲜烈开了的路 这班人不会珍惜 什麽平三嫂 他一定没有立场的 他一定觉得你搞事 那就是搞事的 他不会觉得你有什么正确的 他坐着天天煮饭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的 这班人都会很大多数 其实没有的 一句这么简单 如果香港有百分之八十的民意 或者百分之八十的人 站在出来示威 只有这种力量 可以令政府准备 打小人是一种温柔的暴力 甚至温柔的复仇方法 如果你打小人真的凌 我怎麽不去打 如果民怨舍不及 他最贪心的反而是六八九的安藝 社会结婚后 就去回以前六十年代那些 放菠萝先 你一定有些狂徒是这样做的 你就算不放菠萝 你拿桶电油上巴士 你是烧了就死人了 即将来会有这些东西的 哪里能压得哪里能反抗 毛泽东都说得很正确 那你现在香港就是走这条路 就是反过来玩 曼斯以和为归 不如先打小人吧